那裏有aircon 都說不要滅了 我用8集來練,8個星期而已 對吧 Hello 大家,歡迎回來我們ABA Music Studio 的Vocal Lesson Series第九集 今天我們要講的是 Compression 是一個很重要的唱歌技巧 都算是一種唱歌的效果 我們上星期是講開其中一種效果 就是鎮音 在那一集的話,你可以來這裡 按一下,然後過去看一下 這個星期我們要學的是 這個Compression的技巧 都是一種唱歌的效果 你學會了這個原理過後 再加上的技巧過後 你以後聽歌 跟著唱歌 還有改歌的那種Style 你會發現有很多不同的可能性 你以後你想怎樣來 Freestyle 都沒有問題 講到改歌,改到Freestyle 我們經常看電視上都可以看到 別人的唱歌節目上 那些他們 改歌改到驚天動地 例如我原本的歌是什麼 你都忽然想不起來 那種感覺都有 這個你改編的音樂 當然是一個很大部分 但另外一個很大的元素 就是唱歌的聲音 你改開你唱歌聲音的Style 你可以改成一首歌的Style 我本身沒有辦法教你 如何改變音樂 但我可以教你的 另一個元素就是 如何改變你的聲音的Style Compression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 你把你的氣流 Compress 壓 壓 怎樣讀 你知道我說什麼就好 我寫出來 所以 我是Compression的一個忠實Fence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CQ 技巧 我給你看看有Compress 和沒有Compress的分別有哪裏 H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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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少少分別的 為什麼我會說 我是一個Compression技巧的忠實Fence 很簡單 因為你學會Compression 你會用Compression的話 你會得到三個好處 第一 第一 你可以唱高音一點 第二 你可以唱大聲一點 第三 你可以唱拉音 拉長一點 是不是很神奇呢 那我講到這裏 你要怎樣去練你的Compression呢 我都講開了 我上一集那個 不是一集 上幾集有一個發音的一集 你去看的話 我那裏也有提到 那裏也有教你怎樣去發音 發音其實就是一個連Compression 很重要的一個步驟 去拉 你就去拉 這一集就到此為止 這樣 我試驟用了很久 算了 不玩你們了 這一集很簡單 我要GIG 你們 因為我覺得你們一直都沒有練習 你GIG 到我 所以今天我要送給你們的技巧就是 用這個GIG 或者你GIG G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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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發音 GIGGIG GI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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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你記得 你不是在GI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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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你是在GIGG 你後面那個音就是GIGG 我出現那個音出來 為什麼我要教你這個GIG 那是因為G G G 這個字音是一個 好訓練到你的 控制氣流的肌肉 Vocal Folds 的一個 Consonant 來的 你這樣繼續練下去的話 你會發現 你會強化到你的肌肉 所以後面的話 你才可以更加好 控制你的氣流 這樣說回來 唱歌 聲音的Effect 當然是 在不同類型的歌裡 你會用到不同的Effect 去唱 說回來 這兩大類型 一個有Compress 一個沒有Compress 你沒有Compress 那種Effect 那種Effect 你通常會比較適合唱那種Jazz 或者是R&B 很多流行歌曲都是這樣唱的 當然流行歌曲都可以用Compress 的方式去唱 講到Compress的方式 你還可以用去唱很多Rock 劇場 其實也是比較生動 唱歌這首歌不是死的 當然也有履外 這是比較大樓的分析而已 什麼來的? 為什麼? 發生什麼事? 跟著說到 Rock Band 這件事 我上個星期 在 Run For Peace 這個 Event 時 我有去演出 有很多人問我 為什麼你的聲音又不那麼Rub? 那個是其中一個Effect 作怪 其實就是 Distortion Effect 我為什麼就拿著這個? 我不知道 拿著有多型 這個 Distortion Effect 其實就是 一個 Compression 技巧的再深一步 跟著你再繼續深一步的 Distortion 再深一步就是 對了 上次是 Heavy Metal 這個我還沒練 今天這麼多人看著我錄 你們大家要不要跟我一起練 練一下 Heavy Metal 的氣扇 講一下話 大家 講回來 如果你們還沒練好 Compression 的話 我是不建議大家去練 Distortion 因為 你還沒練好 Compress 的話 你去練 Distortion 的話 你很多時候會走火入魔的 你會唱到你的聲音都 真的會被啞了 我剛才還沒學會唱歌的時候 因為很多時候 演出了一個晚上回來 我就是一點聲都沒有 啞了 你長期下去這樣的話 你會失去你的聲音 幸好我沒有長期這樣唱 為什麼我講話這麼快 我不知道 所以我們要學唱歌 就是要避免這樣的事情發生 幸好我學得早一些 我現在也不能在這裡 教你怎麼唱歌 OK 所以你們回去練習的 Compression 是說你還沒連發音 還沒看過影片 去看一下 去學一下去練習 這種唱歌是一個 好像一種運動 那樣的樣子 你要長期去練習 去唱 你才可以進步 你才可以唱到 做了高手就是這樣來的 你知道嗎 這個星期就這樣 如果你們覺得 這一集對你們有任何幫助 你覺得 學到一些東西的話 幫拖 分享出去給你的朋友 家人 大家一起學唱歌 這樣才會比較開心 一起唱 OK 我們每個星期四 都會有一集 Vocal Lesson Series 這個星期就這樣 下星期見 拜拜 星期六 夢獄 柾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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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五